到第八題,他就說一包米,怎樣才知道是shipping,就是correct to nearerus 0.1kg那時候會變成10.0 例如當包米它的actual value是10.2kg的,correct to nearerus 0.1就不會變成10.0,是不是? 那有什麼會變成10.0,例如10.02,你將correct to nearerus 0.1,它就會變成10.0,所以如果本身包米是10.02的話,那是OK的 他就問你,那包米最少smallest possible,要多少呢?其實這個就是考驗你一個叫maximum absolute error maximum absolute error 條式呢,就是將這個這樣的scale,就成為二分之一的,那就是0.05kg 接著呢,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範圍,那個range呢,就是一包這樣的米,它最小呢,就是10.0-0.05 那麽就會得到一個range,就是說它最小呢,應該是9.95kg了,然後最大呢,就是10.05kg 因为如果它是超过10.05,或者刚刚过10.05, 其实它都会correct to 10.1,就不会correct to 10.0, 所以这里就是没有等号,也就是说, 它那个require more or less possible rate就是9.95, 因为它最少都有9.95期置, 你才会correct to 10.0, 然后part B 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研究了一包, 这个require一包,如果88包又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就这两个数都乘成88, 9.95乘88,就是8756期置, actual rate, 88, 10.05乘88, 884.4, 我这个好像, 很多次, 这个是875.6来的, 那一包souping的米呢, 就应该是介乎这两个数字之间的, 那88包souping的米呢, 就应该是介乎这两个数字之间的, 就是说呢, 其实它的upper limit 都是884.4而已, 是吧? 它的upper limit 是884.4, 它最尽, 都没有可能超过884.4的, 这个数字, 如果你correct to near 1kg, 会发生什么事? 你correct to near 1kg, 是884kg, 是没有可能, 去到850的嘛, 都是小过850的嘛, 这个数字, 也就是说它, 整到最尽了, 其实都是850而已, 我已经拿了upper limit去做了, 也就是说, 88包souping的米呢, 是没有可能量到850kg, 所以答案呢,就是no了, 不可能, 或者就这样答,no了。